在学完同分母凑整后,我们来学习提取公因数 提取公因数的基础是乘法分配率 利用乘法分配率,不仅可以把一个乘法拆开 例如在下面的算式中,把12分别和1Ⅲ、1Ⅲ相乘 也可以把两个乘法合并,例如在这个算式中 把3Ⅷ提出来,变为3Ⅲ乘以10加4 提取公因数法大家在整数计算中就已经学过了 那为什么还要在分数里再学一遍呢? 这是因为分数会变深,例如6Ⅴ 它可以化为带分数,变成1Ⅴ,也可以变成小数,变为1Ⅱ 甚至还可以把乘法变成除法,把乘五分之六变为除以六分之五 所以一个分数最多可以有四种不同的样子 大家在解题时要注意看出它们的真面目 例如下面这个例子,首先通过倒数 把4除以六分之五变为4×5分之六 之后由于1Ⅴ、5分之六、1.2相等 把它们都变成五分之六 然后把五分之六提出来,得到五分之六乘6加3加2加4 等于五分之六乘15 5和15约分,剩3 3618,答案等于18 在分数计算中 提取公因数是很常用的巧算技巧 使用时一定要注意私下分数的维装 找出它们的真面目 在发生什么? 不要急 现在是没有任何种